待会儿兰带亚洲剧的负责人出来 你不许乱说话 万一出什么纰漏 你就吃不了兜着走 知道了 车在哪儿 在外面 清零 是清零 清零 你终于肯回来了 你是谁啊 你认错人了 先生 你终于回来见我了 放手 清零 你认错人了 是我 先生 你认错人了 先生 你放手 你终于肯回来见我了 清零 是我 放尊重点 你再这样我报警了 帮我拦住他 清零 是我 我是天狼 神经病 清零 你怎么这是 你是正太集团的负责人吧 你好 你好 我是正太的负责人 你是 肥安娜 没错 你好 我是肥安娜 蓝带集团 亚洲地区的负责人 有什么问题吗 没事 我先带你们去酒店 请 不用了 我们直接到商场吧 还愣在这干吗 这边是我们的国际品牌专区 迪奥 欧雷 贝尔雪 还有那边还有 你不要一直看着我好吗 什么 你这样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不好意思 如果我的行为 让你觉得不舒服 我想你道歉 你跟我一直等待的那个人 太像了 简直一模一样 我一直在等待着她回来 停 我根本不想听你的爱故事 我是来工作的 我希望你可以投入工作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我会把她的工作态度 列入你们的评分 不好意思 肥安娜小姐 这是个误会 我带她向您道歉 段组长 我会自助的 那就请您继续参观吧 请跟我来 那边是国产香水专柜 我们一个人都要相关于你 知名安娜小姐 不gg 每次你约我见面 我都要揣测你有什么目的 你太坏了 所以才把全世界想得跟你一样坏 别说了 彼此彼此吧 我看见清零了 什么 清零 听到清零的名字 你反应还是那么大 在哪看到的 他在哪儿 就在这儿 这儿 你不用看了 我说的是酒店 他就住在我们酒店 你的意思是说 慕清零住在咱们酒店 他在哪个房间 你想去找他 不行 他是我们的客人 我们得保护客人 你以为前台就不会告诉我吗 告诉你了你也没办法 你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甚至少 不贵 谁 有没有了 你不不贵 你不是 他有没有了 一辈子都爬不到这种位置 一定是你们搞错了 这世上长得像的人多了趣 你不相信我 也得相信段天朗吧 他可是为了这个人 失魂落魄一整天了 我从小跟慕清凌一块长大 斐扬娜到底是不是慕清凌 我一眼就能认出来 他现在在哪儿 带我去 对 我现在已经在郑台酒店住下了 好 你们都见过面了 嗯 你再仔细看一下合同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签了吧 放心吧 我会按照您的意思把事情办好 好像有客人来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 明天我会再跟您联系 好的 你找谁 请问你是肥安娜小姐吗 有什么事吗 我叫君珊珊 是正太集团副董事长 对不起 我根本就不想知道你是谁 请说你来找我的目的 我是蓝带香水的忠实粉丝 我一直都在用 听说你住到这儿 就想过来看看 跟你交个朋友 对不起 我是来工作 不是来交朋友的 这位小姐 现在已经十点半了 你已经打扰我休息了 如果再有下一次 我一定会投诉您酒店的 离开党 有吗 就是这位小姐 他去哪儿 你不去哪儿 刚看到她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觉啊 我就是觉得她变了很多 她的气势完全不一样 气势是装不出来的 这个菲安娜浑身是刺 是个斗士 沐清凌这次突然出现 又不承认身份 她到底有什么目的 你说沐清凌回来有什么目的 那我们等着看吧 现在的沐清凌 变得这么盛气了 回来到底想报复谁呢 看来即使我不从中作梗 丁海想要把合同签下来 也不是我意义 她明明就是清凌 不会错 我认得她的表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